咸箱中帶點膠質的乳肉汁 淋在飯上成為桌桌必點的乳肉飯 Q嫩彈牙的蹄膀 軟爛入味的焢肉 還有用柴魚熬製的肉跟湯 高CP值古早美味 讓韜客們甘願甜甜爆豆 他們家乳肉飯吃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油 那那乳肉跟飯 他們家的飯融在一起 那整個感覺是 不會有衝突的 我每天吃 會不會單心做油後要 沒關系 因為我覺得這是實至名歸 今年美其林必比登推薦 終於出爐 除了深長在秦光商圈 巷弄這家如肉飯老店 今年首度入榜 公晚這家蔥抓餅 也憑藉著特殊醬料 和實在用料 爐獲評審青睞 多次入榜 就算下雨 客人還是一個 接著一個沒斷過 30多年的街邊攤 用好味道說話 在鐵板上倒入蛋液 培根火腿煎到焦香 再依序堆疊在蔥抓餅上 有一口不光餅皮越嚼越香 蜂蜜芥末醬的香氣 也會在口中擴散開來 份量扎實 價格卻很平時 GP值也OK 對 就是他們家的用料料多嘛 基本上我幾乎每一次經過 都會有人在排 而且都排滿長 所以推薦他們家的全餐 然後我覺得最特色的是 就是阿姨會幫你加蜂蜜 芥末醬 他們家的辣椒 是阿姨他們自己做的對不對 我一個月也會來吃個四五次吧 那我給你用好的黑胡椒粒 這個就沒有任何添加物 所以我這邊基本上就是 有問題的我都不弄 那都是給客人吃最好的 像辣椒 我一定新鮮的辣椒 不要客人吃得健康 一方面是不是能夠提升 路邊攤的文化 不光熊雞蔥抓餅 憑藉真材食料 證明評價少吃 也能登上國際 阿成鵝肉一甲子餐飲 頂太風也是年年蟬聯必比登 首次入榜的黃禁乳肉飯 新潮飯店 麵鋪 勢必成為 韜客 朝聖 新熱點 有新聞 唐信 胡崇恩 台報道